中国的核心建筑三峡大坝会被损坏吗? 猜猜看,这里是知识TNT 由于中国的地理形势复杂多样 许多大江河流穿过我们的土地 为了保证家园的安全和经济发展 中国建造了许多的水坝 其中最著名的三峡大坝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坝 很多外国媒体一直声称 如果发生战争的话 可以通过军事打击来摧毁三峡大坝 从而达到遏制威胁中国的目的 一直以来三峡大坝的防御措施 备受人们的关注 我们首先要了解三峡大坝的构建 它是一座混凝土重力坝 大坝的长度为2335米 底部宽115米 大坝顶端的高度是185米 正常的蓄水位置可以达到175米 所以它只需要依靠大坝本体的重量 就能够满足稳定的建筑条件 并且还有很高的安全系数 三峡大坝有2869万吨混凝土 再加上29万吨钢筋和25.5万吨钢铁组成 曾经预测的静态总投资 为900亿元 而动态总投资可能达到2039亿元 三峡大坝的选址 最处有南京关 太平溪 三斗坪等多个候选坝址 但最终选定在了三斗坪坝址处 它位于葛州坝水电站上游38000米的地方 地势非常开阔 地势条件也是较为坚硬的花岗岩 三峡工程的设计标准 可以正常应对千年一遇的洪水 较和标准 可以抵御万年一遇的洪水量 再加上1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英国空军在惩戒行动下 摧毁了德国墨内河谷大坝 给国家的重工业区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而在现代的军事较量中 水库大坝也是被对方打击和威胁的对象 所以有些人担心 三峡大坝是否会成为受习的目标 首先轰炸这种关系到 数亿人民生命的民优目标 是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的 同时三峡大坝在设计之处 就充分考虑到战争因素 中国在建三峡大坝之前 就进行了七次核武轰炸大坝的模拟实验 据数据计算 要想损伤大坝的坝体 需要至少300吨炸弹同时攻击 而且这些弹药必须精确地攻击同一个位置 并确保摧毁坝体和水下机座 但像战斗机这种空袭导弹的攻击 砸在将近3000万吨的庞然大物上 可能只会留下几个小坑 况且我国在它的周围地区 也部署了严密的防空体系 负责保护三峡大坝的防空作战人员和武器装备 他们的基本工作就是以三峡大坝为原型 从里到外按陆军防空部队 空军防空部队 军航空兵循序进行疏散配置 而且我国的东南和西南沿线 有许多的军用机场和防空势力团 战斗机群可以对敌人的空袭进行层层拦截 构成密不可透的防卫网 第一层是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解放军的新型反导系统完全可以保护三峡坝区 第二层是大气层内的立体拦截体系 它是该防御任务的主要力量 是个型的地对空导弹 单兵对空导弹 各型高射炮和高射机枪 以及解放军的各种类型作战飞机 除此之外 三峡大坝即使被核武器击中后 也不会坍塌垮掉 无非就是相当于在大坝上 打开了一个灌不上口的大闸门 并不会对下游产生太大的洪水威胁 所以说任何的武器和兵力 想要突破多层次 全方位的三峡防御系统 来偷袭大坝的话 只能让他们有来无回了 支持TNT已经耗尽 关注我 下期继续给大家补充弹药